养花衣美人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我的杰克林海鱼幼苗 青海室内18度温度60 咋了宝贝 这不是老叶吗 第二张图片这又不是在长新叶吗 你管老叶的事干啥呀 你现在有新女朋友了 你说你前面那个女朋友的黄 关你什么 没事的 那水正常现象我看您这个水稍微有点大 然后呢最近温度可能有点冷了 18度对于海鱼类的来说呢 生长基本上就陷入这个很慢的一个状态了 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光照 也就是这种光照 用手去感受啊 皮肤很温和的那种光照 可以多晒一晒 但别暴晒啊 然后呢适当的给一小啾啾的肥料 别急啊 浇水还是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 老叶子不用管他 爱打打地吧 下个臭宝说 老花衣麻烦救救他 这个是 麻烦看看还有救吗 哎呦宝这个 这个就不好整了 这个就没戏了感觉 根都烂没了 这咋救啊 原来挺好的是吧 其实我跟华尔门说 像大家养这种室内的一个大型氯汁啊 您浇水就尽量少浇就行了 尽量少浇 怎么说呢 一个是通风不够 第二个家里边没什么光照 你像盆又大 像这种氯汁的话 如果是我养的话 我在高杯店之前的时候呢 也是养过大氯汁 在家里边像秦烟荣啊 还有灰贝族 这种呢 我基本上就两个月吧 我都看土干的邦邦 一样的叶子都有点塌了 我才给它浇水 这说话有 这个就是水大烂根的一个体现了 能不能救用纯沙子啊 你用纯沙子重新培土重新种 可以 你别用烂七八糟的营养土了 你要想好一点 你就用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 要么就用沙子 这个也看不着情况 估计是没啥救了 带个臭宝说 一直看您视频养花 谢谢啊 厕宝 嘿 没什么时候都帮我点个赞 最近播放量都低了呢 他说9月1种下的球根的银莲 发芽率低 9月1日有点冷了 9月1日到现在 一般春天播种的话 出芽率高 因为温度也会高一些 秋天忽冷忽热的 在室内啊 可以多给一些光照 出芽率低 水很正常 一个是种子不行 第二个温度 可能也把握不住 这个没大问题啊 这个问题不大我看的 就是有点缺水啊 该浇水的浇水 不好的棉你又给它剪掉吧 不要进行强光的暴晒 好吗 水量稍微有点少呢 感觉 好 别的没啥 现在可以薄肥啊 就是你像兑水的那种营养液 你可以 多稀释一倍 就多兑一倍的水 好吧 稀溜溜的可以来一点点 大臭宝说老花 一我茶花最近掉叶子厉害 是水朵烂根了吗 是的 是的 你只要是植物发黑啊 就是水朵 你不用研究别的了 怎么救 就增强一下通风 先控水 等到下一次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饿霉淋就好了 这个你可以到 去找莉莉药啊 莉莉那有 下个错宝说 麻烦看一下 红掌的叶片 咋回事啊 谢谢 我看一下啊 正在缓冲中 红掌的这个叶片 就是长时间的缺肥啊 把这种下面的老叶子 给它稍微剪一点 用点肥料就好了 不治而遇了 别的没啥 不要强光的猛晒 可以见太阳 但是不要猛晒 其实红掌呢 又怕冷又怕热 它跟人 很像 你在人在室内啊 这个红掌其实蛮好一样的 就是怕那种 强光的直射 还有一个怕 超低温的那种感觉 超高温也不行 就跟人差不多 别的没啥 长的就光绿油油的 你该是肥的啊 但是我说 我比这莫莉老叶子 长的比这个 新叶子长的 比老叶子还大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营养很充分 然后呢 光照很一般 才会这个样子 营养充分 他觉得没有光照的时候 他就把多余的营养 用来长叶子 好多去吸收光照 明白吗 因为看过咱之前那个视频嘛 强哥跟他老太太 跟他母亲养的那个 猪子花不就一个道理吗 强哥养的那个 就叶子很大 根也不怎么长 老太太养那个呢 你看叶子虽然不大 还开花了 分字也多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缺乏光照的事了 别的没什么 好了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有其他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惹一 咱们下期再见 来了